好 那時間差不多 謝謝各位來參與這個 演講 那今天很難得有機會 請到 工作人員來跟你們分享 他怎麼樣的進入到 農家萬華這個地方 做什麼調查 他有什麼樣的發洩 或是 會談到就是 這個角頭社會 他和 民間信仰生之間的關係 先請大家幫忙配合兩件事情 第一個不要直播 因為這個還在撰寫中 還有一些隱私的問題 那第二個就是 也不要拍照 因為也是同樣的理由 那 等一下我們會談到 角頭社會跟 地方信仰的關係 那角頭在過去其實並不是一個負面 你看 中英老師可能會談到一點 另外就是說 我們從 研究方法的角度 怎麼樣進步到 平衍的過程 怎麼樣執行 中英會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這其實也是 第一手的 正在進行當中 我想 在座有很多是同學 可能大家也想要知道說 在這個 你自己想要做的 可以調教 想你可能會 面臨到 你怎麼樣選題目 怎麼樣進入的問題 那多年可能會有一些卡住的問題 種種問題 等一下我們都可以跟中老師來討論 好那我們就把時間交給中老師 大家午安 今天跟大家來分享的就是我們現在的博士樂理題目 皇家角頭有地方信仰研究 那待會兒 因為其實下禮拜就是青山宮的熱鬧了 那所以我今天的分享 基本上分做三個主軸來講 那第一個就是 講角頭 邦泰 的一些 定義上的不同 那第二個就是 介紹一下 年輕山王這件事情 那再來就是 進入到皇家的角頭 跟地方信仰 以及我最後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這兩年多來在地方上一些 田野調查的一些探索的過程 這樣子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叫做角頭 角頭它其實 在地理上是一個名稱 它是用人文地理的概念 其實大家在台北市 可能不是很明確的 強烈的感受到角這個字 那其實在中南部用到角 用到滾 用到樁 其實是非常非常常見的 那例如說 東馬東龍宮的七角頭 雪甲鄉的四十七角頭 燒林鄉的十七角頭等等 那其實這些地方都是在南部 所以在台北 極度的都市化之後 角這個概念 對一般人來說是陌生的 大家習慣應該是鯉啦 那其實角頭的角 就跟鯉概念很相近 它就是一個範圍 那但是角頭因為它是長掉 它是一個範圍的概念 所以後來衍生出一種地方性聚合方派的指稱 那從什麼時候從地理的概念變成 有一點類似方派或地方勢力的這樣的概念 那目前還沒有一個沒有明確的時間點 還沒有一個學者有辦法提出說 它的那個變化的時間點在哪裡 那地方性聚合方派其實還蠻多的 以待會我們會聊到的猛獎就很多 那像台北市的牛骨啦這一類的 其實都是這種指地方性的聚合方派 或是講中性一點是地方性的勢力 那所以有些政治學學者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是用另外一個名字叫地方派系 那地方派系就更廣了 包括農與水議會 但是基本上地方性是這樣的一種形態最核心的一個特色 那相較於地方 那有沒有非地方性的方派 那當然就有 他所謂的在犯罪學研究上會稱作外省卦的方派 但是竹聯四海北連松連這些都是屬於所謂的外省卦 那為什麼叫外省卦呢 就是他是在民國38年國民政府遷台之後才發展出來 他本來都是眷村的子弟 然後將軍或是這些忠孝的後代 那他們在竹尼巴裡面因為自我的保護 團結起來抵禦其他眷村的欺負等等所發展出來的 那外省卦方派跟所謂的角頭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地方性 那外省卦沒有地方性 但是他怎麼壯大或是延續他的組織 他必須開槍屁股 比如說最有名的在中山區 中山區地方角頭跟竹聯邦的城西裡 就爆發過非常非常激烈的一次的洩洞 那那一次的洩洞就奠定了竹聯邦的地位 那他們必須開槍屁股 所以可能在一個空間裡面 一間酒店是竹聯邦為室的 這就是他的境界來源 但是他為室的這個酒店 他跟地方上有沒有關係 基本上跟地方主要的頭人會有點關係 比如說白道來說可能偵查所會有關係 管區會有關係 里長也會有關係 可是他跟一般居民有關係 我想大部分是不會有關係的 尤其在台北市 那他們的生存是靠這樣子 單點式的 然後尋找商業模式的 例如說曾經以後來做了消防安全公司 他專門販售消防設備 因為在台灣大概在民國80年代 有非常多的公共空間的火災 政府開始修訂法律 規定大樓的消防安檢等等這些措施 那這時候帶來一波商機 那竹聯邦的成績幾天 那時候遷入這個生意 那他的這樣的背景對他有幫助 當然有幫助 你這個大樓要不要賣我面子 賣我的消防設備 他是用這樣的一個概念去擴展他的組織 那再來就是他的成員可以大多數 在竹聯邦剛崛起的時代 竹聯四海剛崛起的時代 是校園的學生 是大多數 那跟角頭來自於 主要是地方的年輕人是有點文派一樣 那有沒有角頭跟外形化以外的形態的 所謂的黑道 那就是這種所謂的犯罪集團 像早期的林興發那個 十大相機要犯這首林興發犯罪集團 他不屬於任何一個方態 他也不屬於任何一個角頭 他可能曾經跟過某一個角頭老大 可是當他羽翼豐豐碩了以後 他自己出來的時候 他不是掛以任何一個方態 或是近幾年大概十來年前 蠻有名的張錫明 他也不屬於任何一個方態 他是台南東山人 但是他不會說他是東山的角頭 因為角頭有點限縮的概念 那其實在台灣的江湖發展上 或黑道發展上 很重要的一個轉折點就是 疫情專案 疫情專案它造成幾個效應 因為大家回溯一下 1984年 1984年是民國73年 那疫情專案的執行 大概到民國77年78年 這些疫情專案被抓進去的這些黑道分子 慢慢慢慢陸陸續續的出獄 那美國76年是什麼年代呢 美國76年是台灣解營 那第一個 第二個 那個時候沒多久之後 股市上萬年 那台灣解營後發生什麼事情呢 開放各級鄉鎮縣市長的選舉 所以大家會聽過一個名詞叫做黑金政治 就是在那個時候行錯出來的 當這些黑道大哥發現說 平常當這些政治任務很多忙 可是為了拿我當績效 一生不想就把我沒有罪名的人抓進去了 好吧那我出來了解營了 我可以參與選舉了 那不然我自己來當政治任務好了 那當然還牽涉到那個年代主流非主流 有政治上的鬥爭 比登輝引入所謂的本土勢力去捍衛他的莊政權的人 那樣一個大框架的大時代背景之下 所以一新專案他的效率是第一個 他讓許多的黑道大哥轉型 轉型進入從商或是從政 因為那時候十二項建設也發包 然後六零國建等等 所以有非常多的公共工程 公共工程就有非常多的預算 牛串在林間 那再來一個就是說 腳頭跟幫派大哥被掃進去之後 地方上或是組織裡面出現權力真空 那小弟就要擠上位 小弟擠上位填補這個真空之後 哇三四年後大哥被放出來 大哥想做回他的大哥 小弟不願意給他做回他的大哥 因為那有權力競爭的問題 跟利益分配的問題 那個時候就形成台灣江湖倫敏 在那個時候產生很嚴重的崩潔 那所有很多小弟殺老大的案件 就是從那個年代發生開始的 那黑金正治回混頭來講 很有名的人物像羅浮柱 就是一個代表性人物 或者是鐵金標 都是在那個時候跨入政壇級 其實到目前為止台灣黑金正治的狀況 因為民主深化之後 這二三十年間其實已經淡化許多 但是在許多鄉鎮市民代表層級裡面 還是有非常多屬位 是許多這種 帶有曾經有過江湖色彩的民意代表在裡面 只是說已經沒有像當年那麼的 那麼的高調 OK 羅浮柱在立法院打理性案的事情 是高調 但是他們現在已經被判會了 那還是有正副議長都有這樣的背景 所以大概跟大家回顧一下 台灣整個幫派黑道江湖的一個發展的轉折 主要就是在寧國七零年代的中下後期 那回頭講到蒙甲 我所研究的蒙甲的範圍大概是怎麼樣呢 因為蒙甲它其實就是現在的萬華區 那它在1990年的時候做過行政區域的調整 那時候把龍山區、雙元區跟部分的持風區 整併為現在的萬華區 那但是萬華區它範圍很大 那以最具代表性的銀青山王為例 它的範圍大概基本上是遍布了整個萬華 但是它沒有到達青年公園的一半 所以我的研究範圍會跟著青山王的範圍去走 也就是說我去接觸的角度或是地方 以青山王的範圍去走 那因為萬華人現在基本上 口語上還是習慣稱自己是蒙甲 在許多的文字上或是書寫上 或是一些裝備、設備 像是風帆、秀類的呈現上 還是習慣用蒙甲 所以我的題目 就用這樣的慣用語 用蒙甲來稱作我的研究題目 而不是用萬華 那萬華的地方信仰有什麼特色呢 蒙甲它基本上台北是最早發展的地區 那所以有一虎二路三蒙甲這樣的稱呼 我相信大家都耳熟能響 那蒙甲是在頂下交拼就是這個蟹豆之後 它的商業地位才慢慢地被大到城去取代 那因為它的發展很悠久 那這個地方裡面 工廟神壇非常非常地多 那工廟神壇多 那它的廟會相對就非常地蓬勃 那除了大家廣為人知的這個蒙甲三大廟 龍山寺祖師廟清香宮以外 還有很多很多的宮廟 像是從紀念宮 龍心宮基宮等等 不好意思 這個禮物靜德宮 那它的每一個宮廟 其實都代表地方聚落的一個信仰中心 那其中龍山寺祖師廟 跟大龍宝林公園合成台北三大廟門 所以它不只是它的地方象徵性 以及它的藝術價值其實都是很高的 那另外在台北市的北館調查裡面 台北市的子弟宣稱主要就是依著大到城 跟蒙甲人的地方去發展 其中數量最多的就是蒙甲 其實也就相呼應它的祭典廟會同伯這件事情 那我們進入到銀青山王這件事情 青山王是誰呢 基本上現在在青山王的古蹟修復調查報告那本書裡面 大概整理了六個說法 從三國的孫吾的武將到五代十國的武將 到西漢的支線 還有惠蘭城隆說 南北朝武將說 跟山神轉化等等有六種 那目前青山宮的文學品上 主要就是在三國東吾的武將的這樣的說法 不過在這些說法裡面有一個重點是 它具有地方保護神的一個概念 就是會安地方保護神的一個概念 不論它是支線或是會安城隆說法 基本上都跟會安這個地方有極大的關聯 那它也帶有這個保護神 有點類似像禁主或是城隆爺的這樣的一個色彩在 那青山宮就是在我們剛剛講到的頂下交替 就是同安人跟那個三藝人的蟹鬥之後 他因為發生蟹鬥他死傷很慘重 那同安人雖然說帶著蟹鬥神皇離開了蒙甲到大道城 但是蒙甲也在蟹鬥嘴裡爆發了瘟疫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 在蒙甲的惠安人回家鄉去引擎青山王過來 那在巡視的過程中 這個神教突然在西岳路灌街頭 那突然沒有辦法扛他 因為他變得很重 那青山王就指示說要留在這裡 那他們就在1856年去立小廝 那三年後去完工 那比較有趣的是說 他的峻冬年份跟峽海神皇 第一次建廟的峻冬年份其實是相同的 那這兩地的立神院其實在寺廟的建築上 也還蠻巧合的 是同一個時間 那青山宮創建之後呢 他的神跡有趨溫、壓制禪錄金跟鼠疫等等 那很重要的是他的職能 他是類似成王爺的司法之神 但是在蒙甲人的概念裡 他的狹獄不限一個境 就是他不像成王爺 只管一個縣、只管一個府 他是可以循授天下的 這樣的說法 但在兩地的地方競爭上 是有一點軌跡可以去許的 那青山宮的組織裡面比較重要 除了他神明會以外 他跟熱鬧比較有關的組織 大概是這幾個子弟宣設 從他的最早成立的是神教團 那本來是走的是五大星可以擔任教團 那五大星隨著時代變遷瓦解以後 有一段時間是地方的私人館去負責 那現在的青山宮的神教團 是由絕將捏制的角度來負責 那這些子弟宣設在青山宮的管理裡面 他有很重要的地位是他 子弟宣設有大部分 大部分是有代表在青山宮的管理委員會裡面的 這我們待會兒會聊到 那一音社、一安社都分別 目前沒有任何一個資料 確限說他在什麼時候成立 但是他跟他們的負責社一樣 在1923年的迎接日本皇太子 由台灣的鎮頭名錄中就已經出現 那依照文資局的網站上的公告 一音社是1920、一安社是1921 負責社不知道 但是至少在1923年之前他已經存在 那八將團是1968年正式成團 是以一種還願性的散將為基礎 把它組織化 那青山宮行施團是在1977年成立 那這個比較特別的是 一般宮廟的開錄施 多半會是所謂的台灣施 但是在青山宮呢 他是用所謂的廣東行施 這是比較特別的 那青山會是在2017年開始 被青山宮管理委員會 正式列為青山宮的子弟宣社 那這些子弟宣社 在宜熱鬧的那三天都會有補助款 這是他們的補助款 會比其他參與的單位來的多一些 因為他們連續三天都要出現 那這個就是青山宮神教團 那基本上是一群黃山軍 他們的顏色是由黃色為代的 那現在神教團 他是以庫岡町的這個講頭來負責 那他當然不會只有絕將盯自己的人手 他從南部拉外縣市的人手的調節 來組成這樣龐大連續三天都要出動的教團 那是一群社的謝瓣將軍 那一群社的謝瓣將軍 那一群社的謝瓣將軍 那一群社的謝瓣將軍比較有名的就是 就是搭搭肩的這個腳步啊 就是從他們開始的 那鳳一社的話是文武判官 所以不是謝瓣 那是青山宮八將軍 那青山宮八將軍 在台灣的將軍的脈絡裡 他是有很重要的地位 他至今還是很保留著 傳統很原始的那樣的樣貌 跟後來改良的其他的八將系統 是不經相同的 那這是青山宮洗師團 那這是去年才被列入 青山宮價錢子力宣社的青山會 那青山會其實跟青山宮洗師團 基本上組織架構上是 重疊性很高的一批人 那青山 銀青山王這件事情是怎麼發展開來 青山銀青王主要就是三天 10月20號、21號的暗訪 22號的繞境 那早期除了鎮頭規模很龐大以外 主要就是家家戶戶會戀情親友 那畢方所生猛甲大拜拜 他其實就像猛甲人的一個少過年 那大概是1906年開始成為年曆啦 那大概是這個時候 因為在這之前的文獻是比較寧散的 不是那麼齊全 那1929年首次加入這種比賽的一個制度 那地方說是彩典這樣的一個名詞 1937年到1945年曾經是停辦的 因為那個時候遇到二戰 那1953年這個很重要 台北是實施了統一祭典的政策 那北區就是大到前一下城 南區就是猛甲人青山王 所有的宮廟在那個時候只能夠參加尹青山王 也因此 青山王繞境的範圍跨入鐵路的南邊 那時候鐵路就像猛甲大道跨過去 所以尹青山王變成整個萬華人的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且跟夏城王當中以保生大地和生台北三大廟會 那這件事情讓它從本來是一個榮山區 然後包括一點點雙元區的一個繞境 變成整個現在萬華區的繞境 那目前台北三大廟會裡面 只剩下青山王是維持著每年舉行的這樣的一個傳統 包括沙埃城王跟大王東以保生大地 都已經不是每年舉行了 而且很重要的是青山王還保有投家無主的制度 那台北沙埃城王是已經沒有了 那1990年代初期審法制度取消 它的這個取消就來自於它的競賽的這個性質 有競賽就有榮譽 有榮譽就有糾紛 這是分不開的 1990年代初期那個時候我就 就不講單位 A單位 B單位 C單位 三個單位要搶都剩 那搶到最後突然出現一個D B拿了第一名 然後ABC就很不高興 然後就跑去青山公領論 然後青山公說沒辦法 我們的評審都是大道成請來的 很公平啊 那他們不能接受 所以青山公要送給他們賞旗跟這個金牌 那全部都拒收 所以ABC之後呢也不參加以青山王 他頂多就是結價 他也不參加了 那到了2010年 以前銀青山王這件事情被登陸為 國家的無形文化資產 那這個是近代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榮耀 對蒙家人來說 那銀青山王有什麼特色呢? 我大概 因為下禮拜就到了 我大概幫大家整理一些特色 第一個就是他的暗訪 他其實是體現了青山王司法神 這樣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因為目前在台北市 只有大道成一下 我想銀青山王可以銀青山王 有這樣的暗訪的習俗 因為大家認為說白天不敢做壞事 就是二人都在晚上出沒 所以在晚上呢要出來去巡視去砌 但是青山王在暗訪的時候 是青山王自己會出門 但是在下一城王呢 他是用令牌代表他出門 再來就是我們剛聊到青山宮的這個八將 他的至今還保有傳統的樣貌跟腳步 是我們去回溯去尋找這種 還原文化體系的方式的一種很珍貴的文化線索 這是暗訪的一張照片 那這是環河南路 那現在我拍照這個天橋已經拆掉了 所以也不會這樣子進來 那這個是八將團的成員開臉準備出軍 那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臉譜 基本上勾勒的線條是很傳統的 沒有像現在的嘉將 或者是改良後的八將等等 就比較花俏 他的用色很簡單 紅色、綠色、白色 那他們的白鶴童子是用孩童擔任 還有就是 雲青山王這個廟會 可以看到非常大量的謝伴將軍 因為他的司法神的性格 再加上蒙甲境內很多 幾乎大部分的宮廟 都會配有謝伴將軍的神將 那在雲青山王的時候請朝而出 所以看到各個單位的謝伴將軍 不論在裝備 或者是腳步上去爭起鬥驗 去競爭 那再一個很重要的特色是 紅潭的伶俐 根據天爺的回憶 他們報道人的回憶 大概這一二十年出現了大量的紅毯 那以前雲青山王是不會的 所以可以早早結束 那現在紅毯非常非常的多 那多的話呢 也就包括了 靖香 就是爭取目光的這樣的概念在裡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雲青山王會有很多的謝伴將軍 那像這個是金庫星社的 他的腳步就很有他的特色 那伊安社的勾肩的這樣的腳步呢 也會被其他宣社來使用 這個是紅毯之一 這是很傳統的紅毯用鮮花然後帆布搭設的 那這是比較現代化一點紅毯 就是這種Trust的骨架去搭設 他搭設的時間相對的快 然後大片的這種台報輸出 還有像這樣子各種造型 然後這個是很大很大的一面紅毯 還有搭配聲光 他不只是搭毯 他還有燈光的表現 然後利用建築物本身的裝飾 還有這種很簡單的 但是也不失莊重典雅的經濟功德紅毯 還有這幾年很流行的搭配舞台 請舞團請演唱者去增添熱鬧氣氛 這是雲青山王在觀賞他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看點 那當然每一個紅毯都是很方便大家去觀賞 這場熱鬧廟會的一個很好的句點 再就是雲青山王他在行進過程中 有四間廟他是會快速經過 龍山寺土師廟集公天后公 那地方上很多說法 那莫中一世 那在台灣廟會中是一個很罕見的例子 但目前比較有脈絡說法 就是跟那個移民都區有關 就是青山王經過的時候不要去經濟地方的移民 以免發生衝突 那也有人說是王不見王 青山王神根很高 就面對媽祖佛祖就不要經濟他 趕快通過包括廟友的人是這樣說的 那再來就是青山王的神教在行進間 他直走 他遇到行臺紅牌相當廟他不轉向的 跟一般我們所見的神教的行進方式是不太一樣的 再來就是說青山王的繞進過程中 他會經過西門町 會經過蒙甲的老城 還有特殊產業區 所以在這個過程 大家可以去有點像是時空穿梭的 去品歸這樣的一個城市變遷 那再來很重要就是龍山寺土師廟跟青山 我們剛剛講到龍甲三大廟 但是發展到現在 只有青山公是由龍甲各界共同治理 與地方的連結是非常緊密的 龍山寺它主要是他們的董事會 跟董事長為主 發展到目前 那它的這個管理階層是穩定而小眾的 那祖師廟呢 在周改宴家族去管理 就是前台北市長周改宴家族 去管理這些廟以後 它基本上已經跟地方的這種熱鬧慶典的連結 已經是切割開來的 待會有照片給大家分享 這邊給大家看一下我所謂的 快速通過的一個簡單的影片 這是龍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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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青山王的神教就是這樣子 趕快過去 那本來有燈光的神教 也把那個燈光去關起來 再按一下 再按一下 放掉 沒有 沒有啊 去哪裡 在那個青山王教單有一段時間是那個 私人館長女的時候 他們有跟我說 他們曾經嘗試過 讓青山王的神教轉向 所以 廟的照片我有拍到過 但是後來被地方罵翻 所以之後他們就改回來 青山王的神教不轉 好 這個就是參拜的方式 紅牌在這裡 廟在這裡 那青山王教在這裡 照一般民間廟會是 教走到這邊會轉向 然後廟的頭人 信眾人在這邊等著 對著你 教來參拜 那青山王的行進過程中 他是不轉 他就一路直走 所以要參拜的信眾 廟方的頭人 就只能在行進的路線上 向信眾參拜 這是蠻特別的一件事 再來就是西門町 就是在整個繞境的過程中 除了老公甲以外 其實他會進到一個 非常時尚的地方 在視覺上 在感官的體驗上 在其他廟會來說 是不太容易見到的 這是我剛剛說的 這個是清水祖師廟 這是清水 因為祖師廟 這幾年應該說 很長一段時間 不在各地方往來 所以青山王這件事情 對祖師廟的廟方來說 跟他沒關係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繞境隊伍到來的時候 廟門都是關著 那時間到他就下班了 他不像某甲其他廟 等著迎接青山王的隊伍 那再回頭看 這是目前最新的 青山王第九屆管理委員會的 免單 從免單裡面可以看到 很多很多的軌跡 像王永雄就是我們剛剛講到 醒世團 青山王醒世團的人 那像黎金是那個蜂名社的人 王明慧是庫岡町的 然後林家河是八將團 王凱鴻是青山會等等 就是包括其他人 都有他的地方邁過 就是說 這一個管理委員會的組織裡面 可以看出青山宮這一間廟 是地方共治的 再來就是他大概是純台北市 唯一可以在凌晨三四點來 炮聲大作的廟會 那青山宮每年就是準備了罰款 給警察出去罰 那準備了很多的人頭 坐在青山宮裡面 那管區來開罰單 就報一個人名 管區來開罰單 再報一個人名 那分局基本上這件事情 就是睜知眼閉知眼 不要打架是最高遲到原則 其他都沒關係 那再來就是進到我們今天的主題後 主題之一 就是林青山王的時候 蒙甲的角頭 是可以在這個熱鬧過程中 看到許許多多的他們的名號 以及他們的一些代表性 首先我用幾個範例的 再講幾個範例的角頭 大概跟大家說一下 蒙甲角頭 他為什麼有名 為什麼有代表性 這是1996年聯合報的一個報導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從這邊非常多的槍擊案 在短短的時間裡面 開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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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到這邊繼續開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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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小小的萬華區 可以被在七年間發生 超過三十幾的槍案 而且是有被報導的開槍事件 還不報導沒有被報導的 那也就是說這個地方的角頭勢力 它跟它特殊的地緣性 使它在台灣的江湖界上 有它非常非常高的名號和名聲 那當然會跟它地方特殊的產業鏈有關 我們現在就可以來看看它的特殊職業鏈 首先我們講的一個範例是方民館 方民館大概是現在會引入以北的華西街一代 那當然我最近跟大家分享 紅甲的這個題目的時候 很多人問我說為什麼沒有地圖 那我地圖基本上還在調整 基本上就是論文完成以後 只會把它呈現出來 所以可能大家先用錄名來看 那因為以前有一個方民戲牌 所以有這樣方民館的稱號 它的產業是什麼 在1997年以前 寶島里的工艙區正在這個地方 所以它是油水最豐厚的角頭 那很多人會說既然是工艙區 那不就是政府所核准的艙劑產業區嗎 那為什麼有油水這樣的字也出現 因為基本上有工艙一定有私艙 而且私艙的數量比工艙多得多 政府登記完的工艙不過幾百人 那應付大量的客人 你怎麼辦 所以私艙就在這個地方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在1980年代 1990年代救援出擊運動 就是進入華西街 搶救當時人口販賣嚴重的 這個工艙區裡面的很多原住民少女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那在1980年代 方民館發生台灣治安史上 第一起小弟沙老大的案例 那那一起案例發生之後 等於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 小弟沙老大這件事情 在台灣的江湖界旅見不寫 也不是什麼新鮮事 那一直到1997年廢除工艙之後 這一區才開始慢慢的目錄 那這一區可以說是夢想最精彩的 它也包括了白道在裡面的角色 我們剛剛講到嘛 有私艙嘛 那為什麼私艙可以存在 不言可喻 我剛剛那邊講 大概就雷洛傳裡面的情節這樣子 他的廟會參與 在1950年代方民館是有用 方民精師團中的名義參與廟會 那因為他的地盤內經濟繁榮 出證的內容都非常的龐大 他的信仰中心是三清宮 報導人跟我說 如果要贏熱鬧 一間計月拿 他拿個五萬塊就好 時間他就拿五十萬 一個晚上OK我出證經費解決 非常非常容易 所以在蒙甲有人開玩笑說 只要有人被抓到警察局 找議員 關說沒有用 直接找勞保 勞保力量跟影響力 與民意代表高高 這是方民館他在2012年的時候 在他的地盤的範圍內的路口搭著坦 那個時候就很明確地用方民館三個字來介紹 這是用方民精師團名義搭坦的時候 這也是用方民館的名義搭坦 那角頭在出證的時候跟他友好的交配 不論是公廟或是陣頭團體 或是其他交好的邦派團體 會在出證上面去挺他 那這是民間很重要的一種社會往來 只是說這種社會往來 他是出現在所謂的江湖界裡面 那他是用方民精師團三清宮 那其實出證就是要給人家看 我有這樣的實力 所以許許多多的設備上 都會標示著我是什麼樣的團體 那我們剛剛看到方民館 他用方民館方民精師團的名義去搭坦 那這幾年方民館因為沒有工商之後 他這個角頭的頭人也開始轉型 那他目前的從事就是開發公司 所以只要是農甲在地人 看到這間開發公司名字 就會知道他背後的團體的資源來源 再一個很有代表性是核美錯 核美錯是在三水間無洲界一帶 他的地方產業就是他有超過一百多間的阿公店 那他大概是台灣僅有的另類特種產業區 我會說另外就是他並沒有公告合法這個法定程序 可是這個區裡面就聚集了這麼多很特殊的產業店家 那這個角度怎麼生存呢 他不一定自己下去經營 他只要供應店家需要的酒水 飯上袋、瓜子、小菜、水果等等就好了 他是做正當生意嗎? 他是啊 我在做這些民生物品的銷售吧 可是店家可以不跟他買嗎? 那這個就是他們另外一種轉型的方式 我從事的不是特種行業 我從事民生行業 我從事民生買賣 那他的廟會參與是 頭北錯他腳頭裡面有一個星星垃圾 那他也會用頭北錯的名號對外交給 他的信仰中心青年共 所以我們說街口 那三水街從這邊進去 今年那個元宵節的時候 我知道大家對新龍的印象 萬華那邊開槍連開了兩天 就在這一塊 那這頭北錯用他的名號來搭檔 就是這裡 他其實就是萬華茶士文化老街的一個入口 其實裡面就是充斥的這樣的店家 那他也會用他的名號去交給商品等等 那這兩位 上面那一位就是算是他們現在很重要的一個領導人 這是他裡面的一些景觀樣貌 比如酒店、阿公店 那樓上其實一樓一縫的很多 那之所以叫阿公店是說 萌甲這一個區塊的特種產業區 基本上是台灣的景色產業消費鏈裡面的末端 他的消費是低廉的 他相較於林森北路的酒店 東區的酒店 南至於新一集合區的酒店 他的消費是低廉的 所以他會有非常多中高的消費組織去消費 那阿公店裡面其實有很多有純割查的 也有半存的 也有完全不存的 但是基本上他們只要是涉及到比較非法的交易的話 不會在店內發生 那這個是鎮頭進入到這些特殊店家裡面的一個畫面 那裡面就是房間、房間、房間 那這是他們的宣射名號 星星垃圾 星星垃圾 星星垃圾已經很多年沒有活動了 那主要也是因為地方現在假如陀人沒有那麼熱鬆熱鬧 那有一段時間有外地人協助去扶持 但是這幾年也算是休息了 那是他們已經親三網受搭的 他們那時候擔任投資阿武 他們也會在其他面會活動出現 像是起天空的遶境的時候也會被他們去接 那是河溝頭 河溝頭在中校西樓南部的舊中央市場 那它其實就是西門町的尾巴 靠近中校西樓那裡 那它因為是市場所在地 所以收入很豐厚 那台灣可以到最有地位的孟窩 就是徐亞青做事河溝頭出身的這樣一個角色 那大家一定會很好奇 就是說為什麼有市場利潤豐厚 這些角頭是賣菜賣肉 當然不是 其實在台灣地方社會有句話 叫做有市場就有賭場 為什麼呢 因為攤商每天收受的是現金 是現金交易 我們可能很難理解現金這次有多重要 就是說很多的生意下單之後其實是開票的 那攤商每天交易是現金 當你有很多現金在手上的時候就有人來揪 那就玩兩把 這個不只是攤商玩 送菜上來的卡車司機也可以玩 所以有賭場就有市場就有賭場 在台灣基本上是一個定律 那再來在這個攤商 那在我合作投放裡面攤商 一樣就是投給錯的那樣一個概念 我賣茶葉給你 我賣便當給你 那你要不要買 這樣的一個概念 甚至是受保護費 那只是說其實在 我們待會就會聊到 保護費這件事情其實不是 不是普遍於真正的角頭大哥身上 那在中央市場在明國有幾年 牽走了 那牽走了之後呢 1990年代在西門町一帶 有非常非常多的地下舞廳 那所以合作投在那時候還可以維持一定的局面 那等到舞廳被酒店取代 舞廳沒落之後 這幾年 這幾年現在合作投也轉型了 那什麼叫地下舞廳 地下舞廳不是沒有牌照地下舞廳 而是沒有有女陪室的牌照地下舞廳 你可以開舞廳 那你不可以有女生陪 就是說包括很多酒店業者 用那個小事店的名義去開發跳 那這就是法規上的一些人員辦搞 所以叫做地下 不是說你不能開舞廳 而是你的舞廳不能夠有女生陪室 那現在台北市還留的就是 近南路的華僑大舞廳 它就是一個很單純 讓你去跳舞的舞廳 它不會有女陪室 那一樣 那既然有女陪室 為什麼可以存在 就還是雷洛傳理的情節 那合作投最造信仰中 又近德工 每年十月二花會繞境 那他有近德心師團 近義圈這樣的正侯團體 那這合作投曾經搭過的紅毯 供出他們的主神的聖誕 那這是我們剛剛講到的幫狗 他在台灣的黑道界地位是高到在他出病的時候 台灣縱貫南北的黑道為他開了一場記者會 他會宣布他出病 叫做黑道平安日 基本上在這一天 所有黑道的打殺都不可以發生 這是那時候的記者會的一個畫面 那因為太過高調 所以本來那個日本的三國組要派人來 擔心因為他要入境的時候 非當時警察署長會擋下來 因為那時候有一點社會患然 因為上萬年的黑夜的街頭 那住籍 日本另外的黑方團體住籍會有進來 因為他比較早 那比較晚進來的三國組就後來進不來 那這是他們繞境的時候一些畫面 進的宮 那現在正在整修 那因為他主寺這個祝聖將軍 所以也會促成將軍廟 或是祝聖將軍廟 那這是他的宣聖 這是他的師團 其實這個師團已經沒有十支的組織 那個名號還是在 師基本上都是外聘 那是現在他們的轉型的生意 那他的同仁除了做營造以外 也會有跨足其他區的一些產業 像酒店這些類的 那他的這個公司其實就在一個分局的旁邊 那再來華南 華南在蒙卡是一個很特別的小偷 他基本上就是華南市場 那華南市場是台北市批發的相當大的市場 他興盛的時候 一整天可以有四到五場的賭局 就從三四點 第一批人送菜上來 每次做三四點的 然後就可以開始賭 然後五六點的 把菜拼好 然後開始賭 然後七八點賣完肉 再開始賭 然後一路同道他在下午後 他在全鎮吃雞的時候 那很重要的是說 他其實是一批移民組成的 華南市場的攤商早期 大部分是彰化海鮮的移民 因為海鮮生活很困苦 他們是北上好生活的 包括民政台灣的謝峰與阿董 他也是彰化人 他那個時候也曾經在中央市場做過肉 就是處理雞毛鴨毛這樣的所事 那謝峰與後來曾經要參選彰化縣的議長 他在參選之前被開箱打掉了 那廟會山以前 因為華南本身地盤內受石桿當廟 他們以前接青山王的時候 都是用石桿當廟的名義在接 他沒有任何聖樓團體 但是2012、2013的時候 他的頭人連續兩年 擔任青山宮的爐主 他還加強2011年 擔任父爐主席連續三年 那現在是青山宮的名譽主委 那他也是他的家鄉 方面江湖提供的主委 所以華南是一個移民色彩很重的一個角頭 那現在接青山王都用華南公司的名號 那從他的對面可以看到方面兩個字 其實他們還蠻強調他們的移民心得 那在田野過程間 他們的人其實都表示說 他們家鄉生活很苦 來到台北 基本上這些頭人都會很照顧他們 華南公司 那這是他們在華南市場搭設的 當爐主的時候搭設爐主台 那除了當爐主以外 他也會很力行 也會擔任青山宮的頭家 那我們看其他角頭 那有華西街 華西街現在對外沒有華西企業 當然他有他的建設台大公司 那華西街以這間廟經濟公園的信仰中心 那他的頭人 那個在萬華算是 因為他差不多70歲了 在萬華算是既有輩子 也有實力的一個頭人 那這是青山王行經華西街的一個畫面 那華西街除了這些店家以外 華西街在這些店家後面的巷子裡 也有一些所謂的茶室 那一些在華西街裡面 如果是回歸擺設的判斷 那基本上也會有所謂的貴費 那再來就是很重要就是 這些所有開建設公司 或是營造公司的這些地方派系 那他靠什麼賺錢 他不是真的去蓋房子 就是當有建商來這邊 要蓋房子的時候 那土剛工程必須給他做 土剛工程 那另外一種就是 真的適合做 藉由他們跟地方熟識的 這樣的一層關係 去整合住戶跟地主 來做貴方 那這個西門廳 現在UniPro內容大樓 其實是萬華戲院 那西門廳裡面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 河沟頭以外 就是萬華幫 那萬華幫跟河沟頭 其實相當的接近 甚至有一個說法就是 兩邊的人員流動是頻繁的 那西門廳 大家想說 大家都開店做生意 擺貨 可能去找擺貨 就是收什麼保護費 什麼 不可能 所以西門廳 大概1980 1990年代 最有名的就是禮法店 就是大家在西門廳的美容院 上百間 那我彰化的報導的人 真是跟我說 他當命受刑經 西門廳就被圍起來 他一定要進去消費 就是他可能拔了一個眼鏡 拔了一個包包 逼你走進去 就出不來 一定要在裡面做 做所謂的性交易 那西門廳的禮容院 上百間的時候 是相當相當有的 那後來禮容院沒落之後 就是那個 我們剛剛講到地下五天 在西門廳也是很繁盛一段時間 再來就是一個 所有台灣地方都會有關的產業 這些都電動玩具 在周恩森領帶 所謂的主播電玩 是充斥台灣各個角落 那當時還很熱鬧的萬華 也不例外 那這是萬國禁師團近年 比較有出動參與的時候 因為他們這幾年動員的機會不多 那這是萬華公司前兩年 他的頭人過世的時候 他們在出並送他的一個畫面 所以大家會發現 這些地方派系 可能會用企業 可能會用公司 這是一個 就是我們剛剛聊到 一期以後的一個轉型 當他從商之後 他頭人會認為 我不再只是一個窗戶員 我是一個商人 再來就是對外方面使用 那這是後菜園 後菜園是 他有學運社跟金龍鎮 那後菜園的龍鎮 算是猛甲的開機始祖 二水門在第二號水門 在長沙街跟旁個南路口 他是龍金宮的一個子弟學者 馬祖宮口 馬祖宮口是 其實現在成都路的天后宮 以前是在 貴陽街跟西原路的交叉 沒多遠的地方 所以那個地方叫做馬祖宮口 那後來因為日本人 拓搬馬路 所以他才輾轉的搬到現在的成都路 去 所以地方都說他很幸運 為什麼很幸運 因為搬到成都路他才會有錢 他現在鄉國很盛 雖然他的土地是國有的 他每個都要小父親 但是如果他留在猛甲 可能不會像現在一樣 那麼多的幸運 所以猛甲其實說他搬得好 但是即便妙牽走了 這個角度還是在 那現在猛甲的子弟學者 鳳明勝就是標榜 他就是馬祖宮口出身的選手 他代表了這個角度 那角度不在了 但是在雲青山王的時候 這個地方還是會出現 這其實是看青山王一個 很不錯的一個鎖姬 那是惠色偉 惠色偉其實是在現在的 中國時報大樓那一代 那因為有一個堂廠 以前是堂部惠色 所以會有這樣的名稱出現 那惠色偉其實沒有 沒有特別主要的信仰中心 他有萬善宮 有鋸的宮 但是他們其實主要在對外教堂的時候 是用他們的龍正在交代 惠色偉有一件影響台灣很大的一件事情 現在大家去派出所報 不要講報案 就是尋求幫助的時候 甚至是檢測什麼 派出所報案團前面會有警察作者 警察前面會有透明的壓克力 那是防範的 以前沒有 結果發現一件事情 開始有這樣的設備 就是這件事情 惠色偉那時候有一個兄弟 外號叫阿妞 他因為被提爆流亡 他很不爽 他就跑到派出所 隨性的開了兩槍 流彈打死了之後 在報案團隊裡的警察 從此以後 開始設置了那個防彈部位 那這個阿妞當然已經伏法了 但是他在當時是會惹 因為他的這件殺警案件 讓整個猛甲被警方掀起來犯 一定要把人給我招出來 但是他當然全台四處流傳 也早已不在猛甲 那是台灣當時非常震驚的 第一起蓄意的 他當然認為他不是蓄意 他只是開槍協分 但是對警方來說 也就是指槍殺警 對共權力的一個挑戰 那路店 哪裡是路店 現在的捷運公園就是路店 這是龍山寺 現在捷運公園 以前大概在這裡是旺華戲院 旺華戲院的後面 這一塊地方 他們的形容是有點像 香港的九龍山站 遙遙相望的工艙區在這邊 然後就近的私艙區在這邊 有毒有毒 然後有私艙 黃土毒都有 所以路店以前其實是一個 蠻強盛的一個角頭 但是公共工程 公共建設一來 這個角頭就瓦解 就沒有了 那沒有了 但是他還是會參與描繪 他是用他的金融團的名義 那其實路店的這個金融團 現在的兄弟色彩也很淡 基本上已經不是兄弟在當領導了 那另外就是絕江町 絕江町 絕江町是在大概現在的那個 菊光路那一帶 他是以佩華工和信仰中心 那他在2008、09年開始擔任青山工的照辦 所以他每年因青山王時候會動員大量的人力 那也不太可能在出政 所以他是每年固定是搭設了同盤台樓來接青山王 那絕江町有一個很有名的 已經過世的工人 他跟台灣的影視界 但是終生代的藝人有個密切關係 那這是他除了布朗霞之外的另外一個菲龍團 那但是菲龍團現在 雖然叫絕江町菲龍團 不過在社會人際網路上 他跟絕江的關係也沒有那麼近 那這是西元 西元現在這十年來算是 重新又竄起了一個角頭 一般來講會說西元是精英社 但是基本上西元除了精英社以外 有另外一股勢力出來 那股勢力主要也是跟土地開發 還有這個投輪在人脈網路的經營上 跟傳統的角頭是不太一樣的 他對於白道的經營是很深的 那再來就是南邊的嘎拉 楊慶順是在台灣的飛道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早期台北三大賭場 嘎拉就是其中一個 那但是他也是因為賭場糾紛 而被開槍打死 那這個是廣兆風的一根農柱 那嘎拉的信仰中心就是廣兆風 那這個農柱當然是塔全鎮 那三億宣就是嘎拉主要的宣舍 紫密宣舍 我們當然要回顧一下 蒙甲的清單工的創建 到年輕商網的發展 以及蒙甲一些角頭的這些 面貌或者特色 大家跟大家聊一下 怎麼去做這個題目 大家看這個花牌 我不知道看廟會的時候大家會看花牌 其實花牌是一個很重要的顯示 大家看到什麼 不是大字是看小字 澳門三合會 國華慶幫天道集團 日的參謀組 所以說 我為什麼會想要做這個題目呢 第一個是我常常對黑道有興趣 對黑道是很有興趣的 我小時候會喜歡看 現在已經沒有了 北翠周刊 美華報導 現在都沒有了 我後來才知道 美華是曾經經營的 專門寫台灣黑道新聞 很精彩很喜歡看 你說什麼憧憬好不好 自己覺得能力不足 當成黑道 那我來研究黑道可以吧 這其實是我還蠻原始的一個動機 再來就是說 我說對黑道有興趣 我對廟會有興趣 我在廟會的訪查過程中 觀察過程中 我看到很多這樣的東西 我發現我兩個興趣可以結合還不錯 我說研究廟會的黑道 這是一個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顯性的軌跡 很顯性的 就是我很清楚可以看到 哇 就是這個團體很夠力 很多人聽不懂 但美國華盛行幫 其實它的脈絡是 它的一個領導口人在台灣 其實還蠻 還蠻常在台灣的 而且在台灣才怕分量是很重的 那這是稍微顯性一點的軌跡 我們常常可以看到誰進線什麼 誰進線什麼 誰進線什麼 很平常 對我來說 天音公司這個就會跳出來 天音公司是什麼 它真的就是一個公司嗎 比如說台塑公司嗎 星光公司嗎 它已經沒那麼顯性了 因為它起了小的帳 天音公司其實是 是蒙甲魚市場的一個勢力 它也是張茂海縣為主的居民進程 它主要的據點是在蒙甲魚市場 在蒙甲魚市場 那它跟環南是非常非常交好的 所以環南當入主的時候它是不停主 那再來 這只是一張海報 那它的滾跡在哪裡 可以看到文化部 文化局 官傳局 民進黨 市黨部 民間友誼協會 然後出現一個東西 叫組員企業 那為什麼他要把他跟這些掛在一起 其實當然也反映一種就是 提升自己的地位 然後表彰自己的社會關係網絡 是很強勁的 那再來 這個是更不明顯 就是一台花車 那它說它是太陽淨淨淨的 那太陽淨淨的是什麼 它是天道蒙創會的幾大會 創蒙的幾大分割之一 就是太陽會 那其實 我們可以簡單介紹一下天道蒙 我們剛剛講過有角頭形態的 有外想化的方法形態 有犯罪集團的形態 天道蒙是角頭形態 因為一清專案的時候 很多的分散各地的角頭被抓進去 抓進去之後 竹聯邦非常的團結 各地的角頭很常被欺負 這時候幾個台灣的角頭大 包括楊登奎 包括李柏西 謝通鈺 吳同潭 等等這些人 認為說 我們台灣人要團結 有點像選舉 台灣人要團結 這些外人欺負我們 所以就以天道蒙成立了天道蒙 當然也包括了羅夫柱 那天道蒙成立之後 再出語 它等於是一個很鬆散的一個靈異上的組織 它其實沒有很遠景的組織 因為它的做法很簡單 用企業的說法才做併購 你這個角頭有力量 我來併購 你要不要加入我天道 劃一個分會 我不用重新去開箱剔圖 我用併購的方式 那併購的方式 你要有誘因 要有好處 所以在民國80年代 我們剛剛有聊到 那時候股票萬點 其實台灣兩次股票的高點 民國70年代 因為房地產 那時候三商銀建設公司 三商銀國泰銀行 漲到1950塊 那個時候的建設公司的股價 像華園、華國 還有百貨類股 杯漲 第一次上萬點 第二次上萬點 就是產業大專心 聯電台積電的年代 紅機電腦、華碩電腦 那民國70年代尾巴 這些異性分子出來 達到兩次才不上萬點 所以整個社會的油資 是非常公佩的 那天道盟所謂的精神領袖 活不住 為什麼會被稱作精神領袖呢 因為你只要願意 掛我天道盟的分會 我是上千萬的等不住你 賭場也好 建設公司也好 都好 就是還有金錢上的回饋 所以天道盟在疫情之後 他成為一股台灣很重要的事 那盟獎天道盟著力比較深的 就是布導會 那布導會是盟獎很重要的一個骨幹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的 謝通韻是彰化人 差不多謝通韻是彰化人 那他就是布導會的長人 所以盟獎大批的來自於彰化的兄弟 會跟布導會有很密切的關係 那再來就是太陽集團 太陽集團是主要的據點在基隆 但是他在北部的發展是活躍的 那這在廟會現場 太陽集團跟董會 或是太陽集團進線的這個花車 其實都透露著這個主家 跟這個組織有一定程度的連結 那在客戶起眼 你們看到什麼 我看到就是淋水素三個字 淋水素是嘉義海線的緊繃老大 他的外甥 他的子女我記得是鄉長 接他爸爸明金什麼的鄉長 就是淋水素算是他的叔叔 那淋水素這件衣服 其實在廟面會界是很常見的 很常見看到 那一般人不會有感覺 但是我對這個有興趣 那當我看廟面會的時候 我也很關注這些姓名 因為當你看到這個林子 你可以稍微去爬出一下這個團體 或是你在接觸這個團體的時候 可以有什麼樣的話題 跟他們去對話 那田野地點的選定 為什麼選盟獎 其實這一系列講下來 大家應該可以有一個路過 我說第一個來自黑道新聞的印象 為什麼黑道新聞這麼多都是盟獎 黑道新聞到報導裡面講這麼多盟獎 盟獎這個地方黑道一定很活躍 一定很有代表性 再來就是因為我喜歡看廟會 常年在廟會 我看到這些我剛剛給大家分享的現象 以及我在盟獎看廟會的時候 看到這些 被勾起我的認為說 我有一個題目的動機 但是這個動機要從哪裡著手 後來我認為盟獎大概是說第二 沒有人敢說第一的最具代表性的定點 大家眾所周知 2010年的盟獎這部電影 其實為什麼會選定盟獎 來當這個電影的名稱跟背景 其實就它的沒有辦法被取代的象徵 那我的田野開拓 基本上我大概是花了 我前年後做了大概兩年多 包括現在還在做一些簡單的補房 大概花了半年的時間去摸手地方的賣路 主要透過廟會的友人 地方名帶其實是一個對我來說很重要的幫助 因為不論是議員或者是議員到議長 對地方事務他們最熟悉 那他們有的好處就是他們是公共人物 他是每天開門在那邊等你來請他幫忙的人 所以才在做名義代表 所以我請他幫忙就是剛好而已 所以地方名帶的幫助對我很大 因為他們政治生態上的地方助理 地方的助理跟這些地方脈絡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所以友人帶是直接交代一個助理 我直接聯絡他 他就帶著我幫助去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 面對這些特殊的報導員 他們比較心理上是比較安全的 比較信任 比較容易建立行的信任感 再來就是報導者的協助跟轉介 其實做點也就是這樣 就是你一個人信任你之後 他在轉介其他人給你是更快速的 那其實很多報導的人都給我非常非常多的幫忙 那再來就是警務人員的分享 警務人員分享就是他們 他們既然是警察 那對這個地方一定要熟識 不然就堵持了 所以大概是這幾個脈絡去開闢我的報導路線 大概就是我必須要在地方廟會很長的參與露點 讓他們一起看到我 知道這個人是講真的不是玩假的 可是像可能雜誌的報導 報導完然後寫完就沒事了 那再來就是我時常會去閱讀跟吸收台灣黑道的時事 因為這些台灣黑道時事的歷史或是脈絡 可以增加我跟他們在對話時候的題材以及差異性 差異性相當重要 因為蒙甲是一個老城 其實大家如果聽蒙甲兩個字 有非常非常多的學術文章 或者是民間散見的一些書籍散文等等 所以他們常常問我一件事情說 你要脈絡打脈絡在嘴網 那已經隨便三心了 那你要讓他知道說 我做的蒙甲跟人家的蒙甲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我遇過非常多的報導的人說 他從來沒有被訪問過 他很意外為什麼一個做 不是研究的人要來找他 那必須花一些時間讓他知道 那這些聊天的題材 就是最重要讓他知道說我到底要做什麼 那再一個跟大家簡單分享 就是蒙甲有一個很特殊的生態 他非常非常多的清茶館 這個清茶館跟我們剛剛看投給錯 裡面那種茶館不一樣 蒙甲的咖啡店有 大概蒙甲精華雖然不會超過五千咖啡店 那西原路口的單體 然後旁邊的路易山 然後我就講不出第三間來了 但是他有很多的清茶館 所以我很常泡在清茶館不一定要聊天 這是要把齊天公路的清茶館 那有些卡奧卡有些沒有 那這種是很傳統而且很常見的 這個清茶館 那有泥骨跟型的 那現在因為要選舉 會拐一些步調 那清茶館的生態就是 就是你坐在那邊 你會看到一個人在那邊泡茶 然後會有很多組人輪流一直來 一直來聊天 這個坐坐半個小時就走了 然後這個下來坐坐半個小時就走了 所以一個人約我去清茶館 坐在那邊聊天 我可以跟蒙甲很多人聊天 因為坐在家說 這個就是什麼哪裡的學生 他要幹嘛 然後就開始聊 那其實蒙甲很多地方市 地方人其實都很清楚 那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個文章寫到最後 我大概要解決什麼問題 也就是角頭跟其他方派類型的底障 雖然在犯罪學的研究上 已經有針對角頭跟組織新方派做了一些定義 但是我始終認為角頭的定義應該不只是這樣 因為組織犯罪他們在做的是從犯罪行為 犯罪組織去切入 那我們人類學在做的比較是從地方的角度 找活至於地方 那再來就是 我認為蒙甲業廟會很多宮廟伶俐 所以我認為它有代表性 他看蒙甲廟會的發展跟變遷 我認為可以做為分析台灣廟會跟鎮頭變遷的一個基礎 我從蒙甲這個點去看台灣的面 或許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成立 但是我可以去看到那個變遷的邁路 再來就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 但是沒有人提出答案 為什麼台灣的黑道普遍 當然就是用混入 我是原文摘入 混入明天信仰的廟會活動 它其實是不論是我們人類學界中間學界 或是社會的輿論 來自治安機關都提出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呢 從犯罪學或從治安機關的角度 就會說廟會可以聚眾 那參與者可以在其中尋求認同感 那參與者在主流教育體系的成就不高 他必須找到另外一個可以得到成就感的地方 大部分通篇一律不論是中生大學辦房所 檢查大學辦房所 台北大學辦房所的文章 多半都是這樣的結論 但是我不認為是可以這樣子去解釋這件事情的 它一個現象的形成 它不會是剖面式的形成那個原因 它一定有縱深 那我的題目就是想辦法去找出它的縱深 因為我們講不論在黑道或是廟會 這兩個命題都具有高度的指標性和代表性 所以我選這樣的題目去嘗試提出這樣的回應和答案 那答案是什麼 就是請大家看我的論文講 謝謝大家 大家應該跟我感覺很像 大家就覺得很精彩 怎麼能夠把這些脈絡弄得那麼清楚 現在當然是已經整理過了 可是你要想像是你進入到田野的時候 心沒有頭緒的人 你也沒認識什麼人 怎麼樣一步一步的開展 感覺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現在就開放大家可以問答 那有問題的就提出來的關係 他做的題目也很有經驗 其實他的說是我們做彰化 這個大講話主進彰化的時候 會有強教的這個部分 他也就在這方面 那另外就是大學的時候 有組加將的社團 所以我想這個大概對於他去參與 地方社會跟正統宣社 謊話的時候應該有些幫助 也許等一下可以再分享一點 大家先想一下問題 我先提這個 你覺得這個過去中藥研究的背景 對你有什麼樣的幫助 其實以前在做其他的宗教研究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幫助大的是 你一直參加 一直參加 一直參加的時候 民間廟會的輪廓 先摸得清楚的 其實我碰過非常多的 即便是老師界 他可能突然選另一個題目 但是他進入的時候 如果當他待的時間不夠久 那其實對於他這個題目最終的成果的展現 是會有一點影響的 那個很有名的廣告界已經過世的孫大偉 他說過一句話 他如果不相信一個人在一個領域 不用待太久就可以很了解那個領域的脈絡 那我覺得我過去一直參與廟會 那對我來說幫助最大的是 他們很多的含話 來自於很多的insiders的情感跟情緒 我是很容易能夠去跟他們對話的 那宗教研究比較多面將會表現在一些宗教上的選擇 或者是宗教主觀靈驗性上的那種連結 但是在面對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比較是從社會結構面具切入 有時候宗教對他們來說一定是最原始的一個凝聚的凝酌劑 但是從這個連結季出發所開展出的社會網絡 最終能不能夠再回溯到宗教原始的那個意義 也就是說我一個投人 我有能力有資源動員這麼大的一場廟會 或是動這麼多的陣頭 我除了我的社會意義之外 我的社會資本以外 我是不是其實心理上對於宗教跟信仰對象 還是有原始的依賴跟需求 其實在很多報道人 其實不僅僅是夢想這個題目的報道人 我在三部在中部南部很多我接觸過的報道人 他們會說就是兄弟是一個高風險的行業 我們如果用行業這個概念來看的話 他一定高利潤嗎?他不一定 非常多的兄弟是很窮窟了 兄弟賺了很多只是過手錢 既然不一定高利潤 但是給你拼到一次 你可能這輩子就翻身了 那所以因為高風險 那高風險的時候怎麼辦? 就拜拜 所以宗教最原始的那個初衷跟他的功能 在他們的身上或許被很多很多外在所包圍 但是你如果一直往深究去看底的話 他最終還是會有那樣的一個因子存在 只是說他在訪談過程中 他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向你調達出來 那我覺得這是以前做宗教研究 或者是做廟會觀察 會提醒我在做田野調查過程中 提醒我還是要去問他這樣的問題 有我三個問題想要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我其實一直來 比我一直要關注相關的一些議題 就是你剛剛前面有提到很多腳頭 那這些腳頭他如果在地方上的行程 一定四連四的話 絕對不會想要往 比如說更集中 往更那個權力核心去做證取 所以我想請問就是說 在那個新山公他的管理委會的組成裡面 有沒有機會能夠讓他們能夠 進入到這個權力核心站 因為在台北其實我在看過蠻多廟 他在做權力核心的切割的時候 他會把它分成就是管理部分跟慶典部分 那通常頂多這些可能腳頭老大 或者是這些宣舍 他們的參與程度頂多就是只有到 就是慶典的這個籌備部分而已 到這個核心的管理委員會部分 仍然有一個門檻 可能是因為他的 既有的身份不符合 或者是他沒有公家的一個身份這樣子 好這是第一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就是最近就是其實 就是你剛剛有提到說 最近那些小的一些會館腳頭 或是什麼公司 他們就是雨後損損損搬 又一直出來 那他跟原來的這些 會館跟腳頭有什麼樣的關係 然後速成他生成的因素是什麼 然後這個問題是 我大概這幾年在看那個 清山公的一個 就是落盡紅潭的一個疑問 就是說 剛前面有出現蠻多那種小腳頭小顏色 或者是一些組織 那他們其實很多 所信仰的神奇 都是像廣德尊王 就是然後或者是 玄天上帝 然後或者是什麼 佛的王爺 那這跟他們 就是說 在選擇信仰上面 有沒有什麼樣的脈絡 可以進行探討 以上三個問題 謝謝 就直接先回答 我先針對第一個問題 如何進入權力核心 其實現在清山公很有趣的就是 他今年五月接任的主委 就是發明館出身的頭人 所以其實剛剛那個命題 他有一點跨越人家的障礙 那其實清山公的管理委會 理論上是三年改成一次 那在去年 連維有線電視系統出來的董娘 接任主委之後 理論上他應該做三年 但是今年五月就 就現在的主委接任 那中間大概廟方不會很明確 跟我說是什麼原因 但是我心裡大概知道 什麼方面出問題 那這個主委他很有趣 他在民國七零到八零年代 在方民館是 算是很有實力的一個偷人 那即到了民國八零年代後期 他長期不在民間 他長期不在民間 報道是跟我說 他在國外是有經營賭聽的 因為國外像是Las Vegas 或是澳門 他賭是合法的 他是轉往國外去發展 他有一段時間在中山區 那他比較特別是 他是在2011、2012年的時候 反回盟甲 就剛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方民館還有搭出來的時候 他反回盟甲的起手式 是我在廟會裡面先生 告訴我方民館要重新再起 那接著他連續擔任了兩年的 他擔任了一年的盧主 那擔任一年的盧主 在2016年的時候擔任盧主 那擔任盧主之後 進入了管理委員會當委員 那今年五月接任擔任主任委員 所以這個過程變成說 他跨越了一般地方勢力 比較是在您剛講的祭典層次 像大道城下以前 我們要以前有祭典委員會 所以他跨入了 那他跨入所憑藉的是什麼 我想 他對我只能說 他對新安公司有一些想法 是有些想法 就是報長跟我說 他們絕對新安公是太過保守 所以其實在老主委的年代 地方上是有一些不平的 那再來就聽新安公的一些政治色彩 也有一些覺得他太過於偏藍 那這當然是跟必來新安公的這些士生有關 那所以這個問題我比較沒有辦法直接回答 他為什麼可以當主委 因為這個是很台面下的鬥爭 但是我只能說在新安公這個案例上 他已經突破了這個門檻 他是直接當到主委 那我們就只能拭目以待 他這幾年對新安公的經歷 可以跟以往什麼樣的不一樣 那再來就是私人館的興起 其實我的論文裡面會有一張去討論私人館 那您剛提到說他的背景 其實大概是在 像包括齊偉先老師他們的研究 大概是在1970年代 那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很多事情都必須扣連大環境 1970年代就是我們剛聊到的 台灣百頁都興起 然後台灣前年講過的時候 那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發生了許多的北漂 就是現在很流行的名詞 鄉村人口嚴重的外流 那我們都市尋找機會 鄉村的教育也不補給 比如說高雄就是中山大學 國立大學來說 所以往都市去 但是有趣的是沒有人 但是我很有錢 那怎麼辦 我廟很有錢啊 書外打拼的遊子們 都不斷地捐錢回來 因為他在外地賺了錢 那我廟有錢 所以那個時候台灣流行一件事情 叫做拆舊廟蓋新廟 他那時候非常流行 把舊廟拆掉蓋新廟 但是果然熱鬧沒有人怎麼辦 我有錢啊 那用錢的 所以那時候職業證投 大概是這些私人館的情深 那職業證投 興起一段時間 他到一個年代 他到瓶井 那個瓶井是什麼 大概就是在1996年之後 底德溫第一次擔任民選總統 1997年發生亞洲金融風暴 然後1999年 兩國論還有這很重要的事情 叫做九二義大利政 九二義大利政重創台灣的內需 兩國論逼了很多的商人 在兩岸之間做選擇 所以那時候產業外移嚴重 產業外移嚴重 就再回頭來影響到台灣本體經濟 好啦 本來有錢的廟不一定有錢 很多人 像我做大澳城的研究的時候 第一棒跟我說 很多人不傷害 那時候牽到中國去 那所以大澳城的祭典 不再有這麼多的商人投入了 廟會開始走下坡 那廟會開始走下坡 那這些團體怎麼辦 他沒有辦法靠出廟會生活 他沒有辦法靠出陣頭生活 但是這一群人他有一個 基本的興趣共識 其實就是回到剛剛 林老師講的就是說 他的初衷那個研究宗教來看 我們雖然可以靠陣頭賺錢 但是我們當初會以選擇 做陣頭來賺錢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對廟會陣頭有興趣 這是他的初衷 就是我們選擇什麼職業 一定跟我們的興趣有關 這個興趣還在 但是這個環境不見了 他們除了各自適能工商以外 做真的只能轉型 維持他們的這個祭祀組織 他們自己的什麼會什麼管 維持著繼續拜神 但是各自需要去找工作 沒辦法靠這個會館生活 久了久之呢 它形成另外一個體系 就是這些會館 它比較用業餘性的 或是交配形態的 出現在台灣的廟會市場裡面 那時候我們可以看 蒙甲現在來搭設紅毯的單位 許許多多都來自外省市 那人際網絡在當代社會 跨區是常見的平凡的時候 我在你地方的熱鬧回來 相挺或是回挺 那是一件非常自然不愧的一件事情 那台灣的子弟宣社 回到剛剛的話題 人口外流嚴重了 那子弟宣社瀕臨導管 或者是無以為記的時候怎麼辦呢 這一群在外面打滾很久的 所謂的廟會人 可以回來支援 所以現在非常多的子弟宣社 他是掛他的名號 但是他聘職業團 這是非常常見的 那有些子弟宣社夠老的 招牌夠大的 林安社、南北宣、奧茂宣 他們就有那樣的能量 去號召新的心血加入 但是這個心血是來自於他地方上 不一定了吧 所以子弟宣社的變貌 跟這些小型的繪管的興起 他是有聯動的 那這個聯動的過程中 他不一定是兩個人形線 他還是有交會的時候 那些小型的繪管 在民間既有的邏輯裡面 又會有一些分類 比如說一些繪管 人家一講 就會有跟你說 他是兄弟館 他的頭人是江湖色彩很重的 但是他整間都是兄弟嗎? 也未必 可能又回到我們剛剛的命題 就是說他因為對面會是能有興趣 他認為拜神是他很重要的心靈依歸 所以他不僅拜神求得他的心靈的平靜 他也可以藉由拜神所產生的組織 讓他在社會上交配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脈絡的背景 再來就是信仰神明的選擇 其實這個比較沒有一定 這真的是你拜什麼神 你覺得有靈感有靈驗 你就會去拜祂 只是說他們在這些年來所發展出來 他們會很注重的是一些香火的正常性 比如說我拜廣的尊王 你剛剛提到拜廣的尊王 他就會很強調他是哪裡分離不出來的 他要回酒廟 西國殿也好 鳳山寺也好 所以這一些 我們延續剛剛的話題 這一些小型的私人會館 他在玩鎮頭或是玩廟會 玩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他還是似乎又回來 既有影響的體系 你在美國70年代 他們出鎮頭不會標榜他的神明是哪裡來的 他會標榜我的家長會操 我一次給出二三十顆獎頭 我的場面大 排場大 是那個年代的思維 現在你去看他們講到 普陽會講素質 哪個師父教的神尊 我的秀耶書是哪個秀莊 我的神明的香火是怎麼來的 我們誰拜的他覺得怎麼樣 那也就是說 靈天信仰在一個靈天象體系裡面 它很多分支 很多分支 但是他以您剛講的這個小型會館的分支來看的話 他很多的過程 他必須依藉著本來所謂的傳統信仰的那一套階級 希望在那裡能回答到我們的會議 謝謝 - 大家要說就是在把握的時候 - 大家要把握的時候要講 - 呵呵呵 - 大家要講這個問題 - 都說那個什麼意思 - 都說那個什麼意思 - 其實很想對一些想說企業啊 - 就算現在的一盤是大眾的 - 它是一個比較過敏的 - 它上面有具有一定的性 - 它上面會跟那種阿拉加球連在一起 - 那我就想說 - 就是他們的神秘 - 跟這一些 - 好像 - 學習的東西 - 關於 - 比如說 - 這些 - 這些 - 非常 學習的東西 - 這就是 - 關係 - 比如說 - 跟媽祖的神秘 - 再來一些 - 跟媽祖的 - 希哥 - 可神秘的險 - 所以一般差別啊 如果延续你刚刚的说法 如果他不论是家族 或者是自我的感应上 本来就有的话 他基本上还是会继续的拜 原来这样而来的神 但是有一个状况是说 我本来拜妈祖好了 但是现在广泽哥王 他很有可能会去 征拜一个广泽哥王 这个现象倒是长久的 比如说我主一个很有名的僧管 法天坛 法天坛他最开始是拜神殿上帝 但是他后来家族管是拜了五千岁 也就是说他原来的神 所以他后来征拜的神 是到最后还是会越来越多了 那这样的情形是常见的 例如说我想要学小法团 那我去拜师学小法 我为了学小法团 我就拜了许甲真人 那这样子就很常见 那再来就是说如果我完全没有这个本来拜神的脉络 而要我重新这样子去选择神明的话 只是说我就是想要弄一个会馆 我就是想要出镇头 如果这么这么单纯的状况的话 就会产生我刚刚讲的 那现在什么神明他很红 尤其在网路社群的讨论度 像前一阵坡的状况很红 他那个全台寻箱 或者是现在哪一个私人馆很红 那我跟他拜了一样的神 那有一阵子法天系统很红的时候 就学见上帝 那中学谷很红的时候是太子 那林亚寮保安堂很红的时候 那是他 就也是拜林亚寮他的那个广的重要系统 那会变成说他会有所谓的另外一种术语叫做明星馆 他可以带领一些流行的群世 在庙会界里面的流行群世 这在所谓的一般人类学界或宗教学界 完全不会触及的领域 他完全是所谓的主流体系外的另外一个体系 那也有一种是我想要 如果他的背景是很江湖的很兄弟的 他可能想要拜的神明的选择上 会选择比较是无将性格的神明 王爷性格的神明 那这种就很常出现 所以在民间有一种算是类 我会说类表演性质 就是所谓操鸡童 就是模仿鸡童 但他其实没有办法像鸡童一样办事节目的那种表演 他总不能说我现在在操麻烦 他会说现在在操麻烦 那从这样的履境里面 你可以知道说他们在神节选择上 如果既有脉络 但也许既有的脉络 那既有脉络在扩展是很常见的 那如果是完全没有脉络的话 流行性跟你刚提到的神明的性格性 能不能够竊合他这个同人本身呢 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解 有些问题是需追问 几个 一个是网络的发展 他对于整个地方角头和庙会选择 或不是人管他的影响是什么 可能非常多面向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 社会有一些负面的标签 先把家将跟这些角头或者是地方方派连结 那除了表面上说他比较会容易去吸引 或者说找得到一些人 而到查区之外 还有其他比较深层的原因或者是结构 那另外我们最好奇的是像这些小法团 他又是怎么会跟这些方派或者是角头连结 因为是网络的影响 其实网络我想不只对庙会镇头的影响 就是说很多既有的明天象的体系 本来明天象体系它是很地方性的 其实在传统的发展精神来看它是很地方性的 它变得可以不地方性 没有地方性但是我们一样可以连结的很紧密 那它会让二来就是说它可以让你的表现跟你所获得的资源 快速的在网络上流传 比如说我钓了什么神尊什么师父帮我钓科的 或是我买了什么秀类 它会很容易让这些头人们迅速的在这个圈子里面获得一些名号 那所以说再加上老师刚讲负面的标识它也会借由网络快速的传播 那加上网络往往不会有深入的去分析或是说明这些点原味 所以那个视觉印象是很容易去形成的 那再来是说刚刚讲到为什么很容易跟这些方派有连结 其实就是我这个文章最后要去回答的问题 那我简单的讲一个例子好了 共乐圈有一个很早期有一个很重要的朋友人 叫做蔡金途 他外号叫霞北 蔡金途在台湾江湖的地位 可以跟刚刚河沟头的麦沟平起平坐的 那蔡金途在大道城八大宣舍里面 他基本上有四个宣舍 一个八战舞团跟他远望 可是他有另外一个身份 比较不会记得 他是一个可以上台唱戏的时代 但蔡金途是黑道老大还是子弟 我用这样一个例子跟大家说 就是说 如果我们以当代的公民社会的概念 一个公开性的活动 没有办法去拒绝任何职业的人去参与 所以为什么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江湖角色 某种程度来自于某些限制 比如说在早期 因为台湾自从民国七十六年节以来的之前 一直是被不正常的统治的 无论是执笔或者是戒严 他都不正常统治 不正常统治会有一个效应就是 你没有办法正常的发展你的社会活动 我所有的聚会都要被控制 比如说以前我们刚刚讲到台北市实施统一纪点 统一纪点的目的就是在控制 你不能常常的集会 你集会对我正确有威胁 那我不能够正常的发展社会活动的时候怎么办 宗教是一个很好的招牌 那我是在练子弟我是在练学者 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 那如果再往前推一百年前好了 练阵头练武真是捍卫地方 捍卫我的乡邻 那捍卫我的乡邻的时候 有分各种职业或是天赋贵的健康 当然就不会了 有钱出钱以外你要加入当然也没有问题 捍卫乡邻不求不嫌少嘛 那等到社会活动到一个程度被管控的时候 我只能打着出镇头的名号来集会 不然我要怎么办 我要打着方明轻轻出去 马上被金总抓起来 可是我打着方明轻轻轻轻出去 好吧 真之眼闭之眼 不要打架就好 那这是你们 因为再怎么样 至少啦 台湾各种不正常的统治还没有过 完全禁绝台湾怎么样会活动过 倒还没有 黄明化过程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伤害 但是毕竟它是短暂的 长时间的不正常的管理 它至少没有完全的禁绝力 它是有效度的去控制你 你还可以有一点出口 所以那个时候的状态下 既然我没有办法正常的发展我社会活动了 我不论是攀附 或者是有点戒格上市 那我至少可以用这样的招牌 去继续我的社会组织 那你说方明经事团出阵的时候 全部都是方明馆的人吗 当然不是嘛 住在方明馆里面的中头居民也会参加 所以在蒙甲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色就是 蒙甲只要是在地人 很容易都有黑道朋友 因为男小头很多嘛 好 那我跟你是同学 那我跟你一起出阵衣 你是兄弟 我不是 我们也要算兄弟嘛 当然也不会嘛 但主要出钱的动员的人力 可能会跟那个兄弟角色有关 但是参与者不会只是那些人 那只是说他们的标志是那样 那社会上久了就认为就是那样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说一个团体 三下九流一起和在一起 其实也是一个社会的常态 那只是说重点来在于说那个头人怎么管理 如果他当然在社会上就是那种犯罪学的组织研究上 非常多的团体会以这个为号召直接进行组织犯罪 那是一种 那当然是有 可是他是不是多数呢 在某一个时期他蛮多的 但是就如同我们的民主进程一样 社会会开化 团体会自律 我打个比方 在民国八零年代 超家降这件事情是非常流行的 民国八零到九零年代 八零像你只要不会操保不会起鸡 没有人要起鸡 因为好看 钻一只口针多少钱 多少红包钱太多 我想要把钱送出去 那我有个理由送给你好不好 大概就是那样的心态 那为什么现在没有人 法律有禁止吗 法律有禁止你不能攻击别人 有没有禁止你不能攻击别人 没有 但是他为什么没有人 这是一种自律 因为当大家发觉那样的形象 对家降影响很糟 的时候成一个效应 庙方不请家降 我不请你来可以吧 因为你带着法器 那样有利润的法律 那些上斗的时候 就很容易发生严重的伤亡 那我怕你 我不请你 我不请最大 当这些团体没有地方表现的时候 他必须回过头来 那我要怎么办 我如果还要延续这样的兴趣 跟主持的话我要怎么办 那他去调整 所以现在台湾基本上 一整年看有没有办法看到一团家降在操包 几乎快要消身一期了 非常非常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形态 不过那种纯粹操白身 我不用跳架这样 我跳起来操机桶 比较常见 但是数量也非常非常非常低了 也就是说在整个社会的进程 在近30年 台湾正常化的社会发展其实只有30年 民国其实就没有解决以后到现在 不过第31年 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社会其实不论是每一个面向 都会有它的自我调整 那它的自我调整的过程中 取决于整个社会语论的压力是很大的 那所以刚刚老师提到说 那小法跟方派 其实小法它有一个很有趣的点是说 很多的小法团它不会写刻意 它真的只是学唱咒 那唱咒在纯粹在出证的时候 一群人唱醒神咒 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其实很多政策会是这样 比如说套醒神咒门台 这样没有办法缩学就学 但是请神像或者是小法 基本上在技术上算比较简单入门 而且又可以大家一起 其实在齐伟坚老师的文章里面 讲到一个点是倒点点尴尬 有斗争的那种感觉 其实不管是庙会 其实在台湾社会里面 每一种团体其实都在寻找这种感觉 社会团体非常多 从狮子会社会发展协会各种 那么多的团体 大家其实寻找是一个斗争的感觉 那斗争的感觉的基础是 这个兴趣是大家共同兴趣 那刚好在这个庙会的镇头种类的选择里面 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入手的 大家比较好学的 而且可以无限人数的去扩充 你来了啊 反正小法谷给你衣服就可以进来 所以它很容易的传播出去 很容易的发展出来 那但是能不能够真的像 传统道坛里面的小法去行客 那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庙会这件事情 本来就跟传统的宗教仪式完全不同 庙会是公开的 是不分身份的 像道坛、教坛、女性分进去等等 那庙会是公开的 它是全民参与的运动 那像潘英海老师就说 看庙会不能用宗教来看 它用一个社会世界来看待 那李光博老师说 庙会是一个非常状态 不要用正常的眼光去看它 种种的在说明庙会它的特色 跟我们传统看宗教的眼光 其实是必须要分开来的 好 谢谢 问好几个 现在接棒 换带来问吧 我想问在田园里面 不一定每一次你想去深入调查都那么顺利 那如果你表明了身份 我是来想要找资料研究的 他一开始就拒绝你的话 那怎么办 因为上次蒙角的话 他有很多这个角度 他不答应你还是可以去下一个 但是如果你一选定了一个工廟 就只有他 他不答应的话 那怎么办 还是一直出现 让他看到你的诚意吗 如果是以脚头来说的话 呃... 因为... 脚头的事情 脚头里面也都会知道 那如果A不受伤 我想到把小B叫C 这就是我解决的方法 另外一个就是 所谓的第二首报道 就是警察 他们对脚头的事情是清楚的 那再来就是说 如果以公庙来说 我倒是没有遇过 不接受采访的啦 因为公庙它本身就是一个公开的团体 那再来就是说 蒙甲这个地方 我有访问过一个报道人 他说 我感觉没命啦 蒙甲没有秘密 所以其实你 只要找到熟悉蒙甲地方式的人 他可以跟你讲很多 各个讲过的事情 但是当然作为研究者要求证啦 那所以我基本上我的做法就是 A角头的1号报道人 如果受网就找2号报道人 3号报道人 大概会是这样 那其实在报道人 其实我慢慢发觉 有一点比较特别啦 有一种报道人是 他刚好正直风光的时候 他会喜欢讲 那另外一种报道人是 他退休了 他什么都可以讲 那属于中间的就反而是比较敏感啦 那我这次比较特别的是 包括老师有帮有协助就是 我有进监狱做过一次访判 进监狱做过一次访判 那其实对我来说是觉得还蛮好的 听话就不用再帮忙人来周长 反正里面往去报道 我就去才帮人家 我觉得那次让我很方便 因为对他来说他可以换到一整天的休息 因为他能受访的话是表定时间的 那我那时候就跟他敲我早上下午都要 所以他基本上他放假一天 那我也很开心嘛 就是就很长时间可以跟他聊天 不然一般访谈一个小时到两小时 也算很长的 就是那个角头其实在梦想算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角头 那其实发生了像你刚刚讲的那种状况 就是说我透过关系去询问他的头人 那他的头人其实在社会性能上非常的活跃 所以他说我现在案子这么多不方便 那不方便的话其他另外一个头人 结果一查他在他就算是跑路了 跑路在对岸 就没想到突然回电看到新闻说 哇他在猛假多少年被抓到 就开始透过关系 第一个他在哪一个监狱啊 第二个透过关系是完全是透过关系 请监狱的问他有没有意愿受访 他没有意愿的话 我搞了一大堆行政证据申请是没有用吗 然后他有意愿 然后回河川说他有意愿 那再根据他的意愿 然后然后根据法定程序去写那样的申请书 然后想要访问他 那所以这件事情就这样促成 那这个角头也因为他的出现 让这个角头能够就很完整 我们就是从之前解研之后 然后台湾曾经经济成长 那时候他们角头是比较有利益 那到现在就是 嗯就是比较公开化透明化之后 他们有没有对于这些转型的教育 就是你有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就是有没有惨 有没有就是角头他们有没有意识到他们经济 经济运作相关的教育 其实角头的转型跟他的焦虑是常态 基本上现在能够在自己地盘上维系的角头已经不多了 在蒙甲来讲的话 呃 投给错可以 因为他那边天然的特种行业区他就可以 但是你说像慧舍尾那种地方 全部都是住宅区 他根本活不下去 所以角头往外走是一个常态 但是角头就是一个象征一个代表 他到外面的江湖上报 他到外面的人会知道出生了 但是慧舍尾现在有没有一呼百怒有实力的大哥 可能没有像以前的 所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以前 那为什么以前慧舍尾一样都是住宅区 现在不是住宅区 现在也是住宅区以前可以活现在不能活 因为以前角头有一种东西叫做工厂 就是所有地方社会记者警察都知道 工就是公共的工 公开的工 赌场有两种东西是工厂的私厂 私厂就是偶尾忠祥 今天今天找到金主要弄一个茶 大家来赌靠我的人脉 工厂是什么 工厂就像店家天天开店营业的 工厂他有他的公信力 你这个地方不会炸赌 角头老大都会是工厂的公公 那大家就一定觉得很荒谬啊 赌场非法的东西天天营业那是什么鬼 那就是雷洛的劇情嘛 就是那样子 以前的蒙甲 所以以前要到蒙甲当警察的 要塞虹 才能够被调到万华分局 跟中山分局是一样的 那以前角头可以有这个东西 所以不管那边是商业区 特种营业区 还是住宅区 他至少都有一些厘头可以存活 那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年代了 他就真的必须要转型 所以他一定要跨去 他一定会跨出去 比如说我们刚刚聊到说 方明馆那个头人之前还跨到国外去 那头给做这种算是少数案例 真的很少很少 那华西街勉强还可以 他还有地方上一些比较特殊的产业存在 那他们转型不外乎 还是合资所谓的特种营业 像酒店这一种 那酒店但是你如果跨去到其他区的酒店 你就必须跟那边的角头要有友好的关系 或者是该交给人家的钱必须要交 再就是这几年很流行的就是诈骗集团 那盟甲的话其实并不流行诈骗集团 诈骗集团大本应中部比较多 那盟甲有一段时间有一些角头贩毒情形是严重的 那目前是还好 是还没有那么严重 那再来就是说土地开发公司是角头 既有地盘上就可以产生出金钱的转型 就是你任何建策公司要来我地盘内做开发 你一定要给我做囤放 那土方的利润是足够他们撑一段时间的 那旺华是台北市的老社区 可旺都根的案例非常非常多 所以旺华的地方角头很多都是瞄准这一块 那再来比较更多的转型 比较不限区域的像是网路型的那种 网路型的签读 或者是像我刚刚有聊到的某一个市场里面的某一个产业 像我刚刚说鱼市场那个大哥 其实他其实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到什么另外一个角色 所以说旺华鱼市场的哪有八个鱼饭 他们是贩卖同一种鱼 那大家为了销售的竞争常常杀价 那今天你杀一斤一百块明天我卖一斤九十块 后天他卖一斤八十块 哇 大家杀竞争没钱赚 而且就像我讲的旺华人都认识兄弟 我其实是鱼饭 我也叫兄弟来砸你的饭 砸你的饭业 砸我的饭 哇 打到这个大家没钱赚 后来就是大家稍微有点备份 大家为了请他出来做同情 所以他就成为这一个鱼饭里面的其中一个股东 就是说那大家一起做这个生意 控制进来台北的总量 控制价钱 所以他就成功的获得了这样的一个生意来源 那他是不是转型的派事 可是这里面产生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他这个时候是在做生意的整合 而不是做黑道的整合 所以角头这个概念在地方上 他有某一种算是跨语权的角色 它是有一点公信力的 其实之前有部电影叫角头二 角头二它里面有一段话 我觉得是讲很清晰 他说角头在以前就是一种地方头人的角色 那后来才被 就像我讲的 还没有一个学者可以明确指出来 什么时候开始被戒指为黑道 他那个角色在地方上是可见的 那这样的鱼的生意 他做到了 那他也转型成功 他就每个月有固定的收入来源 那所以说角头对转型的焦虑是一定有 没有转型的角头 他一定就是消失 他一定消失 以前毛角的角头叫土炭奇亚 土炭士 他在布皮狼隔壁 他已经不见了 他以前之所以可以活 因为他有工厂可以用 那他现在什么都没有 那边也什么都没有 你说清早下来又应该要保护费 那不可能 想到保护费 所有的真正的大哥都会讲一句话 叫做保护费只跟特种行业收 你卖骨肉饭我就给你收保护费 你卖衣服我就给你收保护费 那就有钱大家赚嘛 不然你就不要到这边做保护费 那正当营业的商家 他们讲得很明白 如果我去收那种钱 人家会以为我穷到连那种钱都要拿 那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情 不三点 不三点 在这里 签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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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鍾博士 謝謝人 我想請問一下現在那個 那個什麼小龍馬 是不是可以跌倒這角頭啊 因為實際上是蠻多的 他跟警戒的關係是怎麼樣 這講到一個很有趣的 有一個報導跟我說 職業會有士農貢商 金融業、百貨業、國業 有沒有兄弟業 沒有 所以角頭 很重要是人家覺得你是角頭 不是自己說你是角頭 所以 小屁孩是不是是角頭 是他人家 其他大哥覺得他是角頭 那比較重要 其實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跟警方的關係 能夠跟警方做到關係 當然不是那種 你剛剛講到那種小的網路 能夠跟警方做到關係的 當然就是所謂的投人級的 那 其實很現實就是 警方要辦案要掌握地方 一定的情資 還是必須靠這些投人去提供 其實我很常在 某個會館或是某個 據點裡面聊天的時候 偵查所會進來跟他們聊聊天 我們就一起聊天 那兩個半小時他就走了 然後跟他們聊天然後就說 我偵查所的工作就是了解地方 就是整天 你這邊坐一下 你這邊坐下 這邊坐下 就是他的工作 所以基本的關係一定會有 但是會講到說我們剛講到一些那種 特殊行業營業下必須有的那種 潛規則的話 以目前猛假生態來說 只有存在在一些角頭 大部分角頭已經沒有利潤了 合作投他沒有什麼利潤 現在去那邊看非常的小巧 進到西門町很熱鬧 可是西門町如果跟房東租 租商家來營業 你去怎麼樣監視器一放就被抓了 所以還是回到那句話就是說 跟警方的規則是在於說 能夠維持地方不要出事情 那對於一些所謂的非法行業 但是這些非法行業對社會的危害不嚴重 警方某種程度不會很強力的去取締 比如說 有些人覺得說我賭場 對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現在都是死場的 賭場不會像工廠一樣 例行性的開幕 以前的猛假生24小時都可以賭 到哪都有得賭 而且他們賭的東西 其實有需要賭 喜歡 猛假生喜歡賭18 為什麼可以賭18你知道嗎 他們說因為賭資很小 說多小 200塊就可以賭 我說200塊 誰來賭 你不要看 很多 早上買完菜的 媽媽就來賭了 他說他們很大眾的賭客是一般人 因為賭場的規矩是 5%抽佣 200塊5%就是10塊錢 所以最低賭資就是200塊 所以很多工廠就靠著這個 10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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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積起來 一個晚上單位比較大咖的賭咖 一個晚上上百萬的抽佣 只是5%上百萬 所以 所以對於這種 這種所謂的非法行為 警方會不會太管 因為賭在其他國家合法 在台灣不合法 其實孟臣路上就是一種模糊 那只要不是販毒 人口走私 等等 他其實 就算了 那賭場一定 警方一定知道在哪裡 因為他要跟警方事先講 我這場做一個月 第31天警察就來吵 你就是不能給我做到第31 跟我講一個月就是一個月 那我從都不知道就好好做 所以為什麼 跑路的犯人很喜歡去賭場開槍 我只要開一槍你就做不下去了 所以 林興發那個時候全台灣到處開槍 我會先跟你說這廠要給我500萬 你不給我就開槍 你也不用賺 那我也 我也就跟你兩百句想的意思 所以這種產業在警方的關係上是睜自己閉直眼 所以大概是 是這樣的脈絡 另外就是說 早年像 言清標早期剛出來的時候 那個 很有名的 台灣也是上交辦 美國國 Picopo 也放他不要去他就想開槍 可是他也沒有給 所以後來就強債 我會覺得你這個研究非常有趣 很期待 但是我有 就是因為 第一就是 有一些門檻 然後要長期進行在裡頭 然後要對這個 生態券能了解 那就是說 蒙甲這樣已經 一次替你這樣講下來 我覺得蒙甲好像他可以 可以養成這種小偷 然後發展出一種階段色 這樣的文化 好像是因為他有一個 產業鏈 然後雖然說現在有蕭條 可是他也 還是 一直找到有新的東西可以 然後沒有被摧毀 那我就想 我有點後期說 別的區 有沒有 沒有 因為蒙甲他就是廟會也在 廟也在 然後約會 那別的區 比如像中山區 也是有這種 黃色的這種 來源 是蠻多的 那他就沒有發展出 廟會交給的這種東西 所以說他的形態這樣不一樣 那你會做的 比較 其實中山區很明確就是他都市化行動不到 中山區的都市化 他的高樓大廈根本基本上 把他的都市文理已經做一定程度的切割了 那你現在去蒙甲看 大部分都是 層樓下的東西 破舊的 及十年 沒辦法居住的地方 還是 非常的多 那這當然跟整個政府的整頁公立政策有關 你知道一軸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蒙甲在近代 但比蔡昭兵這些歷史上很重要的轉折 蒙甲最重要最重要的十年 發生很多事情 1993年 龍山商場 就是拆掉了 他影響非常非常大 西商界夜市跟龍山商場客主全部都沒了 現在西商界夜市非常非常的燒調 這是第一件事情 1997年 廢工廠 廢工廠這件事情 讓蒙甲本來吸來人往的 那個乃村客的 經濟消費也 全部都沒了 然後 1999年 就是SARS 1999年 九一大體鎮 台灣受到腫創 那內訊賞是蕭條 那再來就是 2003SARS 所以其實短短10年間 短短的10年 蒙甲的 整個地方 的 產業是 受到非常非常 嚴重的衝擊 再加上蒙甲本來有的 陳義商圈的 產業連 也在 1990年代的時候 可以五分補去取代 那這個時候 台灣另外一個地方發生什麼事情 1980年 1980年到1990年 東區就開了三間百貨公司 就是 SOGO 銀藥 銅銀 現在大概有兩間還在 有一間沒有 然後 SARS發生的那一年 然後19971 那一年 華納威壽 跟信義區的 新光三月第一間 開幕了 2003年 SARS內 101落成 有人說其實整個 你剛剛講的 為什麼這邊 還是這樣 那邊已經不一樣了 我們拉高來看 整個 台北市 都市的發展 才是 決定他 現在這個面貌的 重要的轉折 所以 在 1998年 台北市長馬英九 開始 喊出軸線翻轉 到 今年 成功了 某種程度成功了 捷運西門站 是現在 捷運出入口數 最大的一站 他超越了 中校東話 超越了中校復興 超越了時政 他僅次於台北車站 那從 西門町的 重新表現他的 展現他的繁華那一面之外 蒙甲有沒有 機會 把所謂的西區門戶 軸線翻轉 把他 投射在 蒙甲上 那目前來看 捷運萬大線的通車 將來的通車 可能是一個 觀察指標 有沒有辦法 從南邊 帶動 北邊 蒙甲的 再一次的渡市化 不知道 但是他現在之所以 還維持那個樣子 是因為 台北市的發展 跟他好像沒有關係 他除了一個新的火車站 跟新的捷運公園以外 我想問大家 蒙甲怎麼變了 他沒有變 因為沒有商機 OK 整個消費人 全部都在 工區跟新計劃區區 所以 所以看這個問題 比較會是從 城市發展的角度來看 那 也有可能 一二十年後 他不再是這個樣子 的時候 那 這個題目也就 沒有辦法做 那 只能說 就剛好 在 在這個 算是時代的尾巴吧 因為現在整個 所有台北市場候選人都在想都根 那都在想都根的話 都是說我忘華媒的角度 就是很 很 忘川 秋水 的 的一個財運 謝謝 這個過程當中 有遇到什麼兩男人的理問題 還有你最後要怎麼呈現 因為這涉及到一些 不只是簡單的 隱私權的問題 這可能還 報告到 被隱寫的這些人 那也許有很多實質的利益 那會不會產生什麼 你沒辦法一起的後果 或者是讓人家傳出 還有我記得 你好像之前講過 某一個廟的人一直希望你去幫他做了什麼事情 類似這樣的一些事情 呈現上基本上就是人民利用代號 但是因為某甲有一個好處是 他很多事情都已經被報紙寫過 所以 我其實 在有的時候即使代號被地方上很容易 看這個文章很容易清楚那個代號是誰 當然因為無故可避免 但是因為 某甲太多太多故事都被寫過 比如說方民館是工商區的角度 這件事情大概報紙上百篇 芒果是台灣黑道最後仲裁者 報紙也報導這麼多 然後報紙還會說 華西街、龍山四口、頭北錯 跟方民館是蒙甲四大角度 龍山四口這個角度已經消失了 那這四大角度都被點名了 所以我們說他們是 剩下這三個還存在 就比較不會有問題 所以呈現上人民一定是代號 那至於說能不能夠 地方上或是熟悉的人能不能一眼就看出 那就比較沒有辦法 但是對於他們的裁員這件事情 其實賭或者是 或者是像是討債 收帳 所謂的 財務公司 或是建設公司 某種程度 某種程度他是辦公開的 他是辦公開的 所以剛我在指稱說 某個角度現在已經轉型了 比如說營建等等 你說他轉型營建公司這句話沒有問題 當然沒問題 營建公司是一個合法的行業 所以這部分困擾比較不大 那 再來就是說 之前有一個 公廟 請我幫他做事 其實比較單純 就是說 因為台灣很多公廟是 沒有辦法 做 譬如說 適當法人 或是寺廟增記的 這關係到土地是自由的 那那些廟其實 那個頭人很單純就是說 希望幫他想的方法 讓他人家捐獻的時候 可以讓人家有收據去抵稅 那 到最後我是跟他說 就是 成立社團法人 所以往這個方向走 那成立社團法人這件事情 那也在這個過程中 也幫他完成了啦 幫他完成了 那當然 他們一定很 熱心而且很大方嘛 就是希望給你一些報酬嘛 那報酬上我是 就完全沒有收到 所以因為申請 社團組織是 政府本來就可以受理的 他是不需要任何經費的 那所以在 倫比的 切割上 我是切割滿明確的 這件事情是一個 法定受理的 一個事情 我幫你 沒有問題 但是涉及到金錢來回饋 我覺得是完全沒有收 今天非常專業 非常精彩的演講 我自己學到很多的東西 希望同學應該也有一些收穫 那 我們再次用熱烈的掌聲 謝謝觀眾 謝謝 那今天兩時間就到這裡 如果男生有一點興趣 可以留下來 跟他是用熱烈雲影